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邱才书院谭国伟校长 邱才书院是一家一条龙的中小学 我们注重的是多元智能 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上 除了是有正规课程之外 我们在初中里面 也会腾出大约五分一的时间 是上一些特色课程 这些特色课程包括了我们的徐学班 兴趣小组和做project做研究的选修科 以及sports friday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同学在上课之余 能够更加涉及其他学科 以及以兴趣为主 令到初中生爱上学习 喜欢上学 我们的时间表 好像一般校一样 由8点10分上课 3点40分下课 但是上传统的科目一般是上了2点半 2点半之后呢 是要上刚才所说的特色课程 我们的目标都是想同学 爱上学习 令到他们 我们不要只是背诵 读传统科目 那么枯燥 佛味 另外我们的功课量 亦是比传统学校少 如果是初中来说 一般是个几小时 或者就会完成 他所需要的课堂作业 我们腾出那么多时间空间 目的就是令到学习有更多时间阅读 因为我们最重视的是 语言的技巧 以及说话的技巧 我们觉得无论是读什么科目 只要和孩子善于沟通 懂得和人相处 将来都是成功自读 所以但是要能够 言之有物 和人 相处得好 说得一口流利的中英语 一定要是 广泛阅读 所谓言之有物 如果同学 阅读得少 试问他又怎样能够 流利的沟通呢 所以我们希望在初中里面 小朋友回到家 除了有多些时间 和家长相处 做好这个亲戚关系 还需要有 广泛阅读 至于我也想提一提 有论我们的学校是很注重愉快学习 但是你是很需要成绩却越 刚才 我也提过 既然我们是将传统的 课时是压缩了 在初中 大约是上 七至八成 那我们出来的效果行不行呢 如果我们来看最近这一届 我们的 公开市的成绩 我们本届毕业生 有69位 其中 有三分二 即是有66%的同学 都能够入到全球 50大的大学 其中 超过一半 如果留在本地升学的 都是有超过一半 是入到本地 港大 中大 和科大 至于入医科 今年度 我们也有一个大丰收 我们有六位同学 是入了医科 在本地 中大和港大 另外 我们也有同学 入了 劍桥 更加有同学 是入了外国的 顶尖学校 康内尔大学 医科 除了刚才说的医科 我们有同学 在本教里面 是入了 法律系 等等 足证 我们 所谓的 预法学习 和成绩却 并不是 如雨红掌 而是能够 两者兼得 接下来 我想 提一提 我们学校的 修身标准 可能有很多家长 有兴趣 我们其实最主要修身 是两部份 一部份就是学生的面试 一部份就是家长的面试 我们是不切不适的 而面试之中 学生和家长 其实占的比重 都是差不多 并不是 学生是最重要 因为我们觉得 一个小朋友 栽培成功与否 学校和家长 都是各自一半的比例 一个家庭 有好的家长 学生已经成为了一半 所以我们很重视 家长的面试 当然 最重要就是家长要认同 我们的理念 如果 家长和我们 优徒孙的理念 不同 将来 有很多无谓的争拗 那就很难愉快学习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